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邝俊宇 今天是2023年9月23日 星期六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首先討論今早清晨時分 港燈南亞島發電廠發生火警甚至傳來爆炸聲 現場消息如何 和各位了解一下 近期香港認真多事 另一邊相亦跟進了受貿評相思案 據報涉案單位現在被鎖鏈鎖上 門外留下向軸 有鄰居說兩兄弟感情很好 是怎樣的消息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亦討論香港各大最新情況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有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7個月兩度竹融之災 南亞島發電廠兩級火 運煤機傳來爆炸聲 3.5小時終於救息 報道內文提到 港燈南亞發電廠發生了兩級火警 今天9月23日凌晨5時04分警方接報 發電廠範圍的碼頭有運煤機突然起火 一度傳來爆炸聲 消防派出一隊煙武隊港智並開動兩條喉灌勾 消防船亦開喉協助 經歷三個半小時才把火救息 事件被列為二級火警處理 暫時未收到有人受傷的報告 島上的供電系統正常未受影響 今年2月26日下午發電廠也發生過火警 當時廠內一部退役的燃氣機組正在進行設備拆射工程 突然之間又火燭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今早南亞發電廠傳來爆炸聲 說最終釀成二級火警 辛苦消防員 加恩有消防員也要出動消防船 經歷三個半小時才把火救息 今年南亞發電廠已經兩度起火 唉認真多事 另外跟進一下有關秀茂萍的雙屍案 據報單位已經被鎖鏈鎖住 門外留下了鄉竹 鄰居說兩兄弟好好感情 報導的內容提到 秀茂萍村昨天9月22日發生雙屍命案 一對智力有問題的五十多歲的兄弟 因為停止複診過後病情和治理能力惡化 加上連邁的母親入院 以至兩兄弟在家裡沒有人照顧 飢餓致死 HK01記者今早9月23日到場了解情況 涉事的單位貼閘大門被鐵鏈鎖住 並張貼一張警方通告 指單位暫時由警方接手調查 門外留下了一些香肢和灰盡 有鄰居表示兩名死者和母親一家三口同住 其中的母親行動不便出入都要用拐掌 幾個月前入院未再出現 據知已經離世 鄰居說兩名死者外表正常沒有異樣 就說兩兄弟很好感情 經常聽到他們開玩笑 和母親聊天開玩笑 鄰居表示過去幾個月未曾見到兩位死者 向街坊求助或拿東西吃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聞者深酸 據報媽媽入院 不過也據報媽媽有機會離世 留下這兩位五十多歲的兩兄弟 不過他們有哲力問題 留在家裡 竟然這樣釀成悲劇 兩個人活活鑑山餓死了 說事件還要有待進一步了解 監測社署在這件事上也要回應一下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說這類耳腦護腦的情況 和基層需要幫忙的人 好像是求助無門 甚至不是社署的個案 究竟是怎樣的情況 他們母親入院的時間 是清醒還是昏迷 這情況都有各界關注 另外也提及有關夜繽紛的情況 認真論盡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夜繽紛有新的網約巴士 打算在中環第一晚試行 第一晚便遭到警察驅趕 最後是怎樣解決的呢 報導的內文提到 下星期五至十月二日是中秋節和國慶日 估計有市民會夜蒲、喝酒、夜回家 本港初創公司推出網約巴士平台 搭車料是接在夜歸人 香港非專利巴士聯會和平台合作 在昨晚在中環的南貴方作視點 不過出師不利 三格旅遊巴士停泊在威寧頓街等待乘客上車的時間 多次被警察驅趕 最後在協商之下才獲准等候到乘客上車 平台的創辦人表示會加強和警方和運輸處的協調 和物色更適合允許上樂客的地方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有網約巴士 即是說若然想在南貴方走 以往就會被的士劏客 現在就有新事 網約巴士 不過第一晚已經出師不利 拍在哪個位置都被警方驅趕 結果是要協商才獲准留下乘客上車為止 基本上這件事和夜賓分有關 才爺應該要幫忙跟下 疏理一下這些輪盡的情況 究竟接下來的中秋節節國慶日 香港的生意會好幾多 追不追得回疫情之前的香港 大家都拭目以待 另外亦都說這宗消息有關深圳那邊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深圳的公司老闆 就掌上兩萬元給員工 鬥喝酒 有個男子十分鐘內狂冠兩斤52度的白酒 最終死了 報導機內文提到 南方都市報報導 日前一位男子叫小章 參加深圳公司聚餐 公司老闆在餐桌上 放下兩萬元的賞金 提議在場的同事和小章進行聚酒 最終小章喝酒過量導致死亡 一位參與飯局人士證實消息 並指當時拼酒程度達到 10分鐘兩斤52度的白酒 聚餐時間小章因為過度喝酒過後 是倒地昏迷的 涉事公司深圳市埋堆文化有限公司 在事發告後隔天宣布解散 公司負責人說 由於日前聚餐事件 導致目前出現不可控的因素 公司即日開始正式解散 目前公司正在積極處理日前發生的突發事件 死者的小章親屬反映 目前深圳警方已經加入調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很淒涼 據報這個人說狂喝酒 10分鐘內狂罐兩斤52度的白酒 誰都死了 結果原來來自老闆獎賞2萬元 叫大家一起逗喝酒 結果事件發生過後 這間叫做埋堆文化有限公司 即日宣布解散 究竟到時會否繼續負責事件 還要有待了解 不過據報深圳警方已經加入此事 另外亦說另一宗本地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網民有疑問想問奇華月餅的盒 上面的皇帝是誰 原來真身是大有來頭 網民還笑止 還問那個以為是真志偉 報導經內文就提到 月餅吃得多 你有沒有仔細留意過月餅盒上的圖案 比如奇華餅家所使用的皇帝頭像月餅盒 你有沒有想過這位其實是哪位皇帝呢 近日有網友在小紅書發貼文 問起奇華月餅盒上的人是誰 貼文吸引了不少網民的好奇心和熱烈討論 有網友聽到事主的問題後 就開始創意回答 例如奇華多年深入人心的代言人曾志偉 就說這個人是否曾志偉 除了以上的回答之外 亦有少數網友認真解答 就說奇華餅盒上的皇帝超長 其實是和皇帝超長一樣 所謂的皇帝就是牽原皇帝 是中國古代五帝之首 皇帝被稱為人民初祖 在山海經當中戰勝炎帝癡友 在中華文明歷史三皇五帝之中 皇帝就是其中五帝之一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網民的熱話往往很有趣 近期的熱話之一 竟然討論奇華月餅盒上的皇帝是誰 結果有人很認真回答 就說這個是牽原皇帝 我是曠正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拜拜